《水彩画人物的画法》 各位同学,现在我要和你们示范 《水彩画人物的画法》 这是英国少女 首先,我们将整张纸浸干 然后用橙色和红色打个很淡的大色 用纸巾印白色的地方 例如衣服的部分是很淡的 所以用纸巾印白色 整张纸说要保持湿润 要打一层大色 打一层大色,让它酸化 不可以干 如果干了一部分,湿了一部分 就会很酸 湿的时候,开始打大色 打大色的时候,要留下最淡的地方 例如衣服,眼部的部分 例如鼻尖的高光点 可以留下空白 接着空白的地方 留下之后,加少少阴影的大色 记住,是少少,不是很多 淡淡比加 不可以加得太重 为什么呢? 因为加得太重 整张画就会鱼黑色 加完之后,用风筒吹干 吹干之后,要干头 记住,要干头 接着,轻轻的加上面部的阴影 我们要记住,这个面部的阴影 是中间色 或者叫淡色 千万不要加,是重提深 加中间色的时候 深色部分都可以加 因为我们留淡色 就不留深色 深色可以加 然后我们慢慢再加深色 加完之后,有很多地方是过渡的 例如,面珠的地方 过渡的很多 所以我们用清水拖开 化开 眼眉毛的地方 第一层是淡淡的深色 第二层才是眼眉毛一条条 那头发呢,某些地方是清晰的 大多数是蒙松腰 之后再加 第二次,第三次才加清晰的头发 有某些地方是清晰的 要慢慢画出 鼻,鼻要特别小心 鼻是一个立体的 我们要记住一个秘笔 就是近光源的深色最深 近光源的浅色最浅 这个地方通常是鼻 或者是眼眉的方向 或者是嘴巴 这个鼻是最近光源的 最浮出来的洞沙 所以要加重色一点 加深色一点 加完之后 这个是中间色 加完之后用清水素花 让它酸化 让它有个自然的过度 尤其是面部的阴影 一定要酸化 加完之后 通常清水笔 将它妥发 将它化 和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画到嘴的时候要大便小心 要画嘴上出面肌肉的变化 嘴上出面肌肉的变化 例如嘴上下面是深色一点 这是一个人的答征 每个人嘴和眼的答征最明显 接着我们画耳朵和耳朵后面的头发 耳朵和耳朵后面的头发属于次要的部位 不可以把耳朵画得太漂亮 否则会浮出来 后面的地方要和面部的边界有一个朦胧的感觉 但受光面的面部和头发相反 要一个清晰明暗分别强烈的边界 受光面要明暗分明 阴影和阴影的头发要明暗 要是下滑一点 调和一点 这方面要大别知道虚实 我们中国话要虚实 后面的东西是虚的 即是蒙松动的 前面的东西是清晰的 即是边界清晰 颜色清晰 然后我们要加上第二层的颜色 第二层的颜色是怎么加呢 要加上第二层的颜色 例如头发 我们加上头发的一些不足 有些头发的一条条的效果 有些不法的效果 这个叫做不足 水彩画有很多地方是磨松动的 很清晰的 但有些是大刀斧斧的 这个加强了艾术的表现力 例如三下 笔触大一点头发 可以加一些笔触 有些线条 有些笔法 这样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水彩画的表现力 水彩画不是一种方法 一种颜色 有很多种变化 例如衣服的地方 有笔触 例如头发的地方 有些头发的感觉 质感 那位英国少女 她打了个胎 她的胎有点松弛 因为她放了行 有些困厚 有些猖獄 有些懒疼 嘴感 当我们画的时候 你要分为主词 虚实 和质感 不同的衣服 头发 面部有不同的质量 主角和背景有虚和实 虚即是朦胧,实即是清楚 这步骤后,又用风筒吹干 加强快干 风筒吹干是很有功效的 几分钟可以吹干 如果不是打干,可能要打半小时 风筒吹干后 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第三次 吹干了两次,第三次再画 第一次画的时候,是大色很酸化的效果 第二次,是画很淡的中间色 少少一面 和头发三个位置,将它画回 有一个明暗的效果 已经发现出来了 到了大三步,就是接近圆形的效果 我们要把画调转看看 有没有差错 接着再画大三层 这次,尽量大三层 这次我们加嘴唇 嘴唇下面的地方 是深一点的 因为嘴唇 是浮出来的 上嘴唇是深色的 下嘴唇是浅色的 下嘴唇是浅色的 下嘴唇下面的地方 有很多阴影 因为嘴唇 是浮出来的 我们画了一层 我们画了一层之后 用清水洗干净筆之后 慢慢把它拖回 有少许的过度 但记住 在画嘴唇的时候 没有看过快 要慢慢准确地画出来 因为这个 人的达精 嘴是占了很大的部位 人的达精 第一是眼睛 嘴巴 和面形 三大达精 第二是眼眉 鼻 耳朵 头发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达精 但通常我们不记头发 因为剪了头发 就不像这个人 所以头发的达精 我们可以 不用理会 但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达精 他的眼珠 瞳孔 中间的点 是瞳孔 眼珠 有高光点 有反光点 像玻璃珠仔 很明显的 这位少女 有少许的绿色 和咖啡色的眼睛 有很多外国人 是绿色 甚至是蓝色 有偏向 有少许的蓝 也挺好看 当眼睛 我们两个眼睛要同时画 它未必是百分之一百对称 有时侧脸的时候 一个眼睛会大一点 一个眼睛会长一点 所以 同时画 同步画 把眼珠的位置 收为合理 合理未必是相当 我们加眼眉毛 跟很多层加 第一层加 再加第二层 最后一层是顺着眼眉 生涨的方向 去加的 眼眉毛生涨的方向 有很多种方向 仔细看看 中间部分是向上的 到左边 向右边 到最后的部分 是少少向下的 这个眼眉毛生涨的方向 这个眼眉毛生涨的方向 我慢慢留意 眼睛的变化很多 我们要慢慢的观察 将它画好 通常上眼皮是深色的 下眼皮是浅色的 这一点 这一点我们要大别小心 这是英国少女的眼睛 深色的 可以加重色 眼窝的位置 眉毛下面的位置 可以加深色 这个 耳仔 通常我们拍照也好 观察也好 它很明显 变化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 潮像画的时候 或者人物画的时候 要大别小心 耳仔的阴影 不可以加得太鲜明 反差要弱些 让它退合 这个叫做虚 虚就是朦朧 不要画得太清楚 如果画得太清楚 它就会跳出来 哪些地方要画得太清楚 鼻 嘴 眼 耳仔 千万不要画得太清楚 还有一个下巴 下巴的阴影要弱些 不可以比鼻的阴影重色 很多同学都说 不是 明明下巴的阴影很深色 千万不要加得太深 因为它是虚的地方 下巴 面部下面的阴影 在虚的地方 千万不要调出来 没有加得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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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是最反差大的 它是浮出了出来的 那下巴和面部下面呢 边界的地方 没有加得太深 都可以用解采 还去哪些地方 一边 全部加得太深 再重复 一路 是 很多 10 那我得 我们现在画到七八成,接近完成了 我们要记住,我们尽量不要加深色 水彩环画出来是淡色的 我们第一步不要加深,第二步千万不要加深 到了第三步可以加深,第四步我们觉得不够深,再加深 最后整体调整的时候,将心位加深 心位加深,要靠近眼睛去看,不要度度都心 只是某个重点加深,其他要保持中间的色调 耳朵的地方有很多光点,我靠近眼睛去看,我都将它减弱 我们的头发加了两次,三次 好像还未够深,可以再加深 眼珠有某些地方,未够深,可以加深一点 零零点,眼一模,眼泪都可以加深 嘴唇唇,我们是用光画法,一层加圆,再一层 这是嘴唇的晒字的位置 现在第三层,第四层加了 加第三层,第四层 将它的精细变化,慢慢画 嘴唇和眼睛要花很多心思 面部都不够深,我们加了红色之后 用清水将它酸化开,千万不要一大大浪 我们有很多课程 有普通话,香港话,香港版本,国语版本 和商与教学 欢迎你们介绍多些朋友 报道我们的课程 现在我们画到第一步,第二步 第三步,第三步 第四步 最后修改 加深一点重点 例如眼睛的地方可以加重点 整张画 不是每个地方都加 有目的地去加 某些重要的部分 次要的部分 保持中间色和朦胧 每个地方都清楚 看清楚 正确 整张画都画好后 通常在画画面上 整张画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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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次 如果完成 完成 就完成了 我将整张水彩画调转 调转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 好像有点差错 例如三个位置都有点差错 慢慢过来 再加一点三个位置 三要用笔竹去画 有点线条笔法 最后冲刺之后慢慢改 改好之后 调来调去 再看一次 然后就完成了 我们又用风筒吹干它 然后再改一次 这次吹干之后再改一次 我们的日文画课程 欢迎你们报名参加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我们很多片放上YouTube 多谢大家 拜拜